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胸相扶 自已立婚 时有情出 你读这些诗 它全是这个话 就是仰观大道 腐叉什么的 食物如何如何 讲了这些话 这些话讲了有道理吧 都有道理 我们现在成语叫历令之婚 就这意思 历令之婚 然后就是一时因为情感的冲动 就是说我们讲不要冲动 冲动是魔鬼 其实这个话都是有道理 那他写在诗里面你觉得算什么 就是说孙初和许行这两个玄学的代表人物 当时都是号称一时文中 都能写文章 但是相对来说呢 孙初比许行更能写一些 在文学上有更高的声誉 但是他的诗里面你可以看 他可以完全写成这个礼语 一点一点那个都没有 所以玄言诗的就是极端的话 确实是有问题 确实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这个玄言诗呢 他也有不同的 因为玄言诗像是一直是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如果说只是像孙初打许行这样的作品 是所谓玄言诗的话 那这个玄言诗在文学上确实是一无可取 但是呢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作品我们如果把它看成这个玄言的话 而且确实他也真的可以算成玄言诗啊 也是当时主流文人进行创作的 如果把这些作品看成玄言的话呢 玄言其实或许有另外一种 相对的这个不同啊 相对不同的一种面貌 也可能有他另外的积极的这个意义啊 积极的意义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蓝亭诗啊 蓝亭诗就是很多人大家聚集在蓝亭 所谓这个修戏诗啊 王羲之的这个蓝亭集序啊 大家都了解了啊 那么这个当时呢 那么做了很多诗 那我这里举一首像王羲之有一首蓝亭诗啊 王羲之有一首蓝亭诗啊 这个他里边是这么写的 他讲这个仰观复杂的 你们读蓝亭集序里面也有 就是什么仰观天地之大复杂品类之甚 那他实际上就是刚才那个达曲序 那个诗里面也是什么仰观大道 复杂十五啊 也是都是这样 他这里也是仰观避天祭 这是王羲之的蓝亭诗 蓝亭诗一首蓝亭诗 这个大概的背景大家知道啊 这个三春起询品既唱在所应 这个仰望避天祭 俯杂凉水冰 他一般都是这样 就是玄言诗他基本上 像这样的诗 它是有一个基本的场景 相比较前面讲的 孙初的打曲群那首诗 那首诗更加的一般 站在更加普遍的一个立场上来表达 这个呢 它是有一定场景的 比如说它是告诉你要有时间 对不对 它是三月三日 这个休息事业 这个时候啊 然后呢 它要仰望避天祭 你知道春天 仰望避天祭 俯看凉水冰 它是要有一个具体的环境 它会有一些 具体的环境 但是呢 它还是仰望俯看 像这些都是基本的这种格式 你都可以看出来 像这个料朗无牙祭 玉木李自成 它仰头看 低头看 仰望避天 俯查这个水冰 它是干什么 它实际上这个里边是什么 际避的里边的这个道理的 所以这个 玉木李自成 就是说 这个论语里面讲这个叫什么 天河沿灾 但是呢 这个四时行焉 天是 老天是病 不来主动自己表达出来 但是它四时行焉 它这个通过它自己的这个 所谓大化流行的变化 它是把那个 把那个宇宙的奥秘 宇宙的那个大道 它是呈现出来的 所以它叫玉木李自成 所以这些东西 我看 是看什么 并不是说只是在看那个景物 它在这个景物当中 是要看到后边的那个宇宙的 那个天地的那个奥秘 那个根本的那个东西 那个呈现 所以它讲这个大以造化功 万书莫不均 就天底下 大这个整个造化 这个宇宙大道的这个变化 都是都是一样的 万书就是不管是各种各样的事物 都是有这样一个承受的 这个大道的这个运行 所以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天 碧天和水冰 通过这个自然的观察 是体会后边的那个道 体会到后边这个天地之道 体会这个所谓的造化功 群奈虽称之 是我无灰心 所以这个后来 钟白华称到这个诗 称到这样的诗 他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 呈现了当时人 自由而活泼的心灵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 我们觉得有没有 可能不会有这个感觉 但是这样的诗 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它实际上 它是在讲一个普遍的问题 它是在讲一个 一般化的一个普遍的问题 讲到天地宇宙的大道理 但是它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有一个具体的场景 它在这个具体的时间 和具体的场景里面 它所看到的天空 看到的水冰 在这个里边 它去体会 体会这个宇宙的一个 大的奥秘 后边的根本的理由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作品 在某种程度上 实际上对过去 实际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 让在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甚至一个宇宙的视野当中 来观察这个世界 在你具体的 你所见 所处的这个具体的环境当中 来体会 这样一个比较广阔的 这个宇宙天地的一个奥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它其实还是有记忆 你从感情的表达上来讲 它当然可能不行 不够 你从这里面看不到 特别激热的 特别明显的那种情感的表达 但是这个人实际上 也可以讲它比较平淡 但这种平淡 你也可以讲是 了解了这个 了解了这个世界以后的一种平淡 就是把什么事情都能看明白 看开的 这样一种态度 它可能没有特别 对于当时所处的这个春天 对于这个生命 对于这个周围的环境 自然的环境 没有特别强烈的那个感受 具体的感受 但这里面实际上是 有一种乐观 有一种理解 有一种乐观 有一种人和自然 人和宇宙的一个 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 融合 其实也有这样的意义在里边 所以它这里面确实是 有哲学 有哲学的视野在里边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意义 完全没有意义 那么这是一个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学研师的话 实际上你要看具体的不同作品 来做评价 你不能一概的说 因为学研师是在讲旋理就不好 就不好 恐怕不能这样讲 那么第一类当然可能相对来讲 在文学上相对来讲 我们对它的关注 或者对它的评价 会比较的低一些 但是后边这一类 其实还是有它积极意义的 就是说它可以提供一个 更加广阔的一个视野 来观察这个世界 观察周遭的环境 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第二类里边 实际上多多少少已经涉及到 它所处的那个环境 或者它所看到的那些景物 看到的那些周遭的环境 所以这个里边 如果从里和景的这个相互关系来做观察的话 如果从这个相互关系来做观察的话 其实就可以注意到 如果这个景的部分扩大 增加 实际上它就是趋向于这个所谓周围景物的石 或者趋向于那个所谓山水的石 因为蓝庭事实上就是在一个山水的环境当中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蓝庭吗 我很喜欢 我去过好几次 当然都是差不多 只有快十年了 我那时候基本上两三年就会去一次 没事就在那个后边 蓝庭后边有一条江 一条小溪的 石板桥当时能过去 最早去的时候还在那边 我是最早是什么时候 最早是那年 那年那个论文答辩 博生论文答辩 现在的学生都不行 现在学生这个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最后都是交出去答辩之前连管带爬的 甚至有的论文说 这个交给我一篇论文 说三天以后就要答辩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那时候交的论文 我差不多 我把论文交出去送审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想干嘛 没事 然后就出去玩 然后那次就是去了蓝庭 在那天天 天天到那个咸横酒店喝酒 然后跑到那里 就是到那里 当时那条江很好 一条山 山是很高的那个山 后面一个山 然后就坐在那里 没事 就坐在那里 然后那个私人的那个叫什么 饭店 就打一条鱼上来 就真的是打一条鱼上来 然后就在那坐在那里 所以它那个地方就是一个 有山有水的一个环境 在那个有山有水的环境当中 那个如果对景物的刻画 或者描写扩大的话 如果对景物的刻画 描写扩大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礼的部分 因为他讲 你看他这句诗叫 玉木礼自成 玉木是什么 玉木就是说 所看到的 各种各样的景象 对不对 就是这个部分 如果他增加的话 其实就是会趋向于 这个所谓的山水 会趋向于所谓的山水 而他在这个 在这样一种观视当中 其实这个山水 不是一个孤立的 或者说是抽象的 一个描写的对象 其实这个后边 实际上是表达了 他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山水这样一种景象 他实际上后边是有意思的 他是通过这个山水景象 去理解这个后边的意义的 理解这个后边的意义的 他后边是涉及到 这个宇宙的宇宙之道的 在自然景物当中 可以感悟到这个宇宙之道的 所以这种所谓的天道 或者说天道的部分 天道的部分可以讲是理 而山水的部分可以是讲是景 这两个之间实际上是有交融观世的 是有交融观世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说天道在山水当中 也可以获得它的形象性 这个天道就可以在四十的流转 万物的兴衰和山水的自然当中 得到体现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悬言 是像这一路发展下去的话 这个所谓的山水 其实本身就是悬言 它要眼里的包含的那个部分 就是包含是题中应有之意 是它要涉及的部分 它不是在抽象的谈理 它在呈现那个山水自然的时候 也就是在谈理 所以这两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你后边读到这个谢灵韵的诗 就可以知道 谢灵韵的诗 它经常就是说 它在前面描绘了这个景物之后 它最后要有个理 它要讲理 旋理的尾巴 很多文学市场都讲它旋理的尾巴 那为什么 人家说为什么可以这个不要呢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尾巴去掉 那就是干脆写山水 可以吗 但对当时的诗人来讲 单独的写山水是没有意义的 它只是一个片段 只是它所描写的一个片段 我们可能抽出这个句子来说 这个它写山水写得很好 写得很细致 刻画如何如何 这是从我们的立场上讲 对当时人来讲 它写这个山水 它是必须要有意义的 这意义在什么地方 它很多 可能它是在 在尤仙诗里面 它是一个神仙境界 是它所追求的 那个理想境界的一个部分 在悬崖诗里面 在探究这个宇宙大道的 这个悬崖的这个诗里面 这个山水的部分 是它了解这个世界 了解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不可能 在那个环境上 我们要了解 实际上它不可能有一个 纯粹的所谓的 描写山水的诗 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 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它只是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它必须要演理 你看陶渊明的诗 包括谢灵运的诗 像它都是景物的描写 它都山水景物 山川景物 田园景物的描写 它后面都是有理的 它不是没有理的 都是有这个的 但是它不是没有理的 这心情地 有这个是 那么多来 就是这样的 我来 enable 我来研究一下 我来研究一下 这ност条 研究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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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